今日台电的供电状况问题引起了争论 台电总经理王耀廷20号请辞 中央是极力未留 王耀廷20号也宣布他接受未留 他说留下来就是要为台电来负责 不过最近除了多起的停电意外引发民怨 4月起调整电价 不少民众也开始进行了省电大作战 家电达人就提供给大家一个小配方 只是在阴天雨天跟不冷不热的情况下 会建议民众先使用除湿模式 将室内的湿度减少 那温度自然就会下降 这样就算没有整天的开冷气 那室内也能保持凉爽也更省电 因为谁在炎炎的夏日 像是降温除湿都需要 但是大家觉得说开冷气 还有除湿机非常的耗电 那我们就带你来实际比较一般除湿机 以及冷气机除湿的功能 冷气机呢 它一吨的耗电量是600到800瓦 那它开启的除湿功能呢 每1.2小时可以降湿度一度 那是用在湿热的天气 可以针对比较大的空间来除湿 而除湿机的耗电量呢 大约是400瓦 除湿一度呢 需要运作2.5小时 虽然它的效果是比冷气机还要慢的 但是比较省电 而且也比较方便来移动 再来就是夏天 电风扇也是必备的 不过要小心如果出现了像是叶片运转不慎 那有怪阴怪味甚至是过热情况都是要立刻送修处理 不然很有可能会引发火灾 台电也提醒了要定期的清理扇液并且润滑轴沉 如果你长时间不使用电风扇的时候 记得要拔掉插头确保用电的安全 那家里面还有什么样是吃电的怪物呢 其实居家照明也是耗电来源之一 像是这个灯光照明呢 是占全年家庭用电大约是10.8% 那以室内的LED9瓦的灯管 对比18瓦的传统灯瓦来看呢 其实一天使用16小时为例 一年大约可以省下157元 那像是社区大楼的公共空间的照明 长时间的灯照就很耗电了 所以说逐步的更换LED的照明 能更节能更省电